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关于 PR单色保留的几种方法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方法 打开效果空间 在效果空间里找到视频效果 打开下拉菜单 找到过时这一选项 将里面的保留颜色直接拖拽到素材中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效果中 直接搜索保留颜色 然后将它的效果添加到素材中 然后呢我们来到保留颜色这里 点击右侧的吸管工具 来选择我们所需要保存的颜色 接下来我们在左侧这里调整一下它的数值 将脱色量修改为100% 匹配颜色这里修改为使用色相 然后我们在容差这里调整一下 直至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后的效果 我们再来说第二种方法 首先选择上素材 点击上面的颜色 接着在上方的菜单中 找到Lumetree颜色面板 打开曲线 来到这里曲线与饱和度 同样用吸管工具吸取一下要保留的颜色 这时这边的直线就会出现三个点 把两边的点往下拉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就只剩下我们要保留的颜色了 我们还可以根据情况 左右移动两边的点进一步调整 也可以把中间的点拉高 提高保留颜色的饱和度 这样呢 视频画面就只剩下我们想要的单个颜色了 我是老李 我们下次见